所以会有个风险严重性函数 然后这边会有个什么 严重性范围 那这个时候呢 使用者会帮你选一个范围的 会丢给谁呢 丢给他 他会帮你储存 也就是你选完的那个范围 使用者不是会选一个范围 选四个储存格 他就会丢给他 他接到 再把这个范围 再丢给A 就是把这个再转交给他 转交给这个A 那这个A 就可以怎么样 用这个方法 有没有 一负A11等于VH 2VH3 反正就是跟刚刚一样 1234 如果其中有一个是VH的话 那Return 有没有 Return给谁 他自己 风险函数等于VH 反之L是一幅 H 反之M 反之L OK 所以这样就写完了 应该可以理解整个撰写的流程吧 其实不用死背 理解久了之后 你慢慢就可以很快的去 把一个置定函数给写出来 因为一个置定函数 就是完全符合你的工作流程 如果你有一个置定函数的话 你工作应该会快很多了 如果没有怎么办呢 如果假设你没有写这个 你就必须要写完什么 底下这一串 用内建函数就写 写出来就这么长一串 OK 但是如果你会用置定函数的话 就只要怎么样 插入函数 这个 再选一下 按确定 向下填满 事情就解决了 当然这样看起来 这个应该是很快很多了 有没有 而且我觉得像现在各个部门 只要有需要大量处理资料 我想应该会有需要一个人 专门帮忙写 内部需要的置定函数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 你不要说你写我写 大家都写 那不是浪费时间 所以是不是有一个人 可以帮忙专门做这件事情的 其实有了 而且会越来越多 这方面的工作需要 只会多不会变少 OK 好 那这个是风险重性 那我们重点 不是在 这个风险 就是处理保险的这个专有名词 而是在把结果做出来 第二个就是还有一个 他做完 这是第一个问题 风险重性 我建议你们用非正列好了 两个方法 第二个就是说 总原始风险 这什么 其实刚开始我也搞不清楚 我后来看一下 它是风险可能性 这个 跟什么呢 风险严重性 这个 这个跟这个 得到一个结果 那可是这个跟这个 的对照表在哪里 在这里 如果你是 L 就表示是L 你是VH 就是very high 所以你还要转一下 转成什么呢 low 再加very high 所以请你把这个东西呢 把它带到前面去 就是high 我看一下 带过来应该是high 还是再转一下 就是再把什么呢 再把这个 带到前面 那 这个好像有一点点 类似 那个V路函数 不过V路函数只能查 一栏 但是这边有两栏 也就是你要把两栏的结果 查完 把第三栏 带过去 那有这种内建的函数吗 好像也没有 所以怎么办呢 只好自己动手做了 所以等一下要讲的这个 就是 这个跟 这个 得到这个 查的表格在哪里 查的表格在这里 好想想看嘛 那如果你有内建的函数可以解决 那就不需要VBA 可是没有的话 就 必须用什么 VBA来解决 最好是一键完成 或者是用什么 插入函数 然后 总风险函数 一样吧 给你一个 给你两个 最后给我一个结果 就好了 对不对 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 工作应该就会很惬意了 如果没有 你就 在那边切来切去 OK 好 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再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是 风险矩阵的范例 同学 问到 对这个有兴趣 那我就干脆 先讲这个东西 它的逻辑 不会很复杂 反正就是 风险严重性 就是取最高的那个 就这么简单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有多个逻辑 你要取最严重那个 那可以用这个来参考 那第二个是 总风险 总原始风险 是把两个 当成一个对照 但是它的名称又是缩写 你要再到后面的那个 不是缩写 全名 然后 再比对 两个栏位 不是比一个栏位 两个栏位里面的东西 然后再把后面第三个栏位的东西 带过来 这个可能 内建函数是办不到的 那怎么办 想办法 有没有什么VBA的方法